而在疫情之下可以说百货业景气也遭受到波及 将来看到这是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他出席了股东会 现场他也提到了 事实上包括了人力还有供应链都是挑战 向媒体鞠躬打招呼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8号亲自主持日明股东会 会前谈到发商要卖 台湾加勒福持股 各方人马抢夺 徐旭东也直言 有意愿公开比价展现决心 不过面对统一有优先购买权 徐旭东也表示只能尊重 其实以远东的零售版图来看 远东买货以及远东搜购 有超过800亿元 如果再加上爱满和佳乐福 远东集团零售营收将上看2000亿元 和全联不相上下 董事长你是在必得吗 这种问题 其实受到疫情影响 远百四月营收来到25.5亿元 年减13.2 5月虽然有母亲节喊端午 但就怕买气不如以往 白货业整体景气 如今在遇挑战 时刻得绷紧神经 针对整体来客减少 其他百货也赶紧出招 像是星光三月 SOGO快取站 店外取货 纷纷重出江湖 原版面下车取货服务 也再度启动 更祭出美食外带优惠 纷纷想办法自救 期盼能撑过难关 记得五正日的优先 台北从博报道